最近备受争议的就要属演员的诞生这档节目了 从演员为主秀场变成一个靠炒作火的节目 到原理的发声讨说法 已经不像一个讨厌演员演技的舞台 更像是三位导师讨厌演技的场地 一轮又一轮的淘汰 让本该晋级的实力派 被一些流量明星解掉 让不少网友都纷纷气聚 面对一切戏剧性的结局 节目组一直都没有发生 但是你演人应该都知道 对于一档节目的失败 想必应该不是演员的不敬业 就是后期剪得太作作 年镜尾声 一档更加值得大家观看 讨厌演员演技的节目就要上线 最美表演是由新浪娱乐 每一年度重磅推出的节目 每一年都会推出十位年度优秀演员 虽然只有一分钟的最美表演的时刻 但是都是采用不同主题和创意 可以说都是演员精心排练出来的 今年由收视率女王赵丽颖 与实力派老将张艺山携手出演 其他十位演员也都是鼎鼎大名 这次也是几位 再一次为演员证明 几位大咖的演技 也都是网友期待的热点 不少网友得知今年还有节目 都纷纷表示演员的诞生可以下线了 近日 张艺山的新剧也将自己 在观众心中的形象大大提升 七个不同的人格 将张艺山更多的一面展现出来 而银宝的实力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不知道在对明星演技失去信心的你 有没有很期待新节目的上线呢